《超級大贏家》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今天是有點小跌 這個是正常的 我昨天在節目裡面已經講過了 在禮拜一的下影線 那一根比較長 所以必須要再測試一次 因為昨天跌得比較少 今天剛好碰到周選擇權結算 周選擇權不一定是要壓低結算 那沒有規定 有時候是拉高 有時候是壓低 因為今天剛好是壓低 壓低當然就壓全值股 像台積電一定會壓的 聯電一定會壓 四日報很友達 群創等等 這些股票 鴻海他要壓值 因為他是全值 尤其是台灣前50大全值 會著急擋股票來壓制 這樣才能夠讓指數跌 但是今天指數其實已經很厲害 已經很抗跌了 已經算是非常抗跌了 那我們看一下 這根下引線是禮拜一 你通常碰到這種下引線 這個是硬扯的 這等於是負盤的意思 硬扯的一個引線 因為當天的盤中是跌不少 那最後是小跌 那這個引線通常會在隔天來測試 可是昨天他量縮沒辦法測試 量縮的太厲害沒辦法測試 那今天再測一次可以啊 最大可以測到引線這個地方 最大的力量可以測到引線這個地方 但是他沒有測到引線不是不對 是力量沒那麼大 測試力量沒那麼大 表示力量 多頭的力量很強 多頭的力量很強 那我們要看 我們要操作股票一定要看美國股市 不可能關起我們自己做 尤其是操作科技股 一定是看美國股市 那你從美國股市來看 我已經講過了 美國股市這是科技股 它不是空頭 不是崩盤 很多人那時候 台灣的股票那時候跌到這裡 很多人說會崩盤 這跌了2550點 我說絕對不會崩盤 這只是回檔修正而已 因為科技股它沒有崩盤 它不會崩盤 它也沒有跌破低 它不會崩盤 它只是調整而已 它不會崩盤 它只是調整 怎麼崩盤 所以美國沒有崩盤 台灣就不會崩盤 美國沒有崩盤 台灣保證不會崩盤 美國沒有崩盤 日本就不會崩盤 韓國也不會崩盤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是一個小的股市 我們的股票的市值不大 那基本上外資的態度 一定是跟著他們國家的股票在做 所以這個一定要背起來 不可能台灣會自己崩盤 也不可能台灣自己會創新高 不會 那當然有一些 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有一些傳統財產股 漲得很厲害 那跟外資沒有關係 那是內資盤 但是內資盤 你就算有些股票創新高 可是大盤不會創新高 因為台積電不會創新高 因為台積電是外資在管理的 外資如果沒有讓台積電創新高 台北股市就不會創新高 那你美國股市在整理 台積電怎麼創新高 那不可能啊 台積電不可能讓它創新高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整理 那在整理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它現在的趨勢 這條是月線 我已經講過 只要月線往上走 就是多方式 那現在美國是多方式 它是由空轉多 那因為月線扣底低值 這邊比這邊低 例如說像昨天它扣底這一根 今天扣底這一根 那禮拜四禮拜五都扣底低值 美國的科技股都是扣底低值 所以這個高點不是高點 所以不是因為美國股市昨天 科技股稍微有壓回 那就會崩盤 那又不是 分析 技術分析是看未來 不是看過去 講過去賺多少錢 漲停板那沒有意義 那個是記者的責任 我們要講未來 就好像我跟你講ABF宅板 投信會作帳 我跟你講IC設計股 今天我跟各位講 很多IC設計股 都創歷史新高 其實不是今天才創新高 所以很多人都誤會 說只能夠做運輸類股 鋼鐵類股 塑膠紡織類股 我認為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如果你要操作那些股票 我們沒有意見 你喜歡去追高 幫主力抬轎 我沒有意見 那是你的自由 可是我選擇做科技股 我態度非常堅強 沒有改變 我不認為科技股不是股票 很多人就是一定是 想要賺快錢 或者是做當充 會很急躁 那這個我也不能怪你 因為你那麼急躁 那你也不一定會賺到錢 你去追高的股票 股票也不見到這套錢 可是我不急 我認為比較急 我認為是 當今台灣最急的應該是疫情的關係 你要控制疫情第一名 疫情控制第一名才是最急的 最重要的是控制 是防疫 是個人安全 國家安全 股票反而對我來講不是很重要 我這樣講也許你不喜歡聽 可是我是講真的 錢可以慢慢賺 股票的錢可以慢慢賺 所以我們採取這個策略 我們絕對不急 我們就是慢慢的不急科技股 我不官封的啦 不隨風逐流的 也許你會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 我不要跟別人一樣 我為什麼跟別人一樣 我沒有必要跟別人一樣 我已經跟各位報告過了 我不買 我不買運輸股沒有罪 沒有犯罪 我曾經在這邊買過 我以前也都推薦過 可是我現在不要玩 這種東西 我無罪 你不要說我有罪 我不玩這個東西 我無罪 因為他們不便宜 那你說利多一大堆 當然利多啊 廢話 市場股票利多最多 這場股票當初的利多最多嘛 這叫賺快錢嘛 股票的基本面會 在技術面後面 技術面一定會領先跑 基本面才會公佈答案 還沒公佈答案就準備崩盤 我跟各位講的真的是這樣 很多的生技股也是這樣 你不要跟人家起轟 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恆大賺很多錢 我當然知道 誰不知道 去年誰不知道恆大賺很多錢 誰會不知道 那問題是 今年恆大不會賺很多錢 今年恆大不可能賺這麼多錢 保證不會賺像去年這麼多錢 這是第一季 整年度來講 它一定是最高峰已經過去了 同樣的道理 這些景區循環股 就類似像這種一樣 極速的需求 或者是像在目前來講 很多的防疫股 快篩股一樣 極速性的需求 那不能成為常態 那很快就崩盤 你最好不要追 你懂我意思嗎 那景區循環股的特性就是如此 包含鋼鐵股 塑膠股 紡織股都是一樣 它跟台積電不一樣 台積電叫穩定成長 台積電它的業績 它可以因為資本支出的擴大 需求全世界這個 對半導體的需求擴大 它可以穩定性的成長 它不一定每個月成長 但是它可以積極成長 連年成長 這叫穩定 這種東西叫穩定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 這叫穩定性 這個就不是景區循環股了 所謂景區循環股就是會暴衝 突然間業績會拉起來 突然間獲利會拉起來 可是後面就沒拉 因為不是這樣啊 不是永遠如此 不是永遠運費都在漲價 沒問題 所以如果它今天是低檔 我會跟你講說可以 你可以操作 那問題是 現在這個位置跟這裡位置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拒絕操作這種股票 我也是先跟各位講 我們拒絕操作這種股票 這種都一樣啦 反正只要是 只要這些股票我都認為基期太高了 這個股票我認為這種基期 尤其是這個基期太高 這個我還比較沒有意見 這個 還有這個基期太高了 這個更高 所以我們現在操作這種 這一組 這一組基期不夠高 這個基期是低基期 老實說為什麼低基期 因為從這邊已經整理這麼久 然後還踹一腳 還在這裡 還沒過高點 所以它基期最低的 比較起來都不一樣 你看電子股在這裡 這台積電的位置 台積電的位置 你看台積電就好了 台積電的位置在這裡 對不對 對 年花科的位置在這裡 我們看台積電 看紅海跟台積電最準 這個都是龍頭股 所以電子股的這個高位置在這裡 現在還沒有回到這裡 那你看台積電就好了 你看這個就好了 是這樣 你看台積電的高點在這裡 一月份 我比這裡好 你注意看這裡 這個位置 電子股的位置在這裡 對不對 那台積電的位置在那邊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要移開 那是怎樣 這個在這裡 台積電的高點在這裡 台積電的高點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台積電的高點在這裡 台積電的高點在這裡 所以我答案很清楚 我為什麼一直講低機器 我今天做股票不會說 因為什麼獲利多少 就去買金 我沒有在驗頭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長榮很會賺錢 這誰不知道呢 你還跟我講幹嘛 那問題是他股票價格不便宜 他今天如果十塊二十塊 三十塊五十塊 當然好啊 那問題是你賺那麼多錢 我們都知道啊 有什麼好講的呢 誰不知道 你賺很多錢我當然知道啊 你會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很會賺 你懂不知道 他真的很會賺 這是去年嘛 很會賺啊 以前都沒賺啊 很少賺啊 賺很少 都一毛兩毛再賺 幾分錢再賺啊 後來從疫情開始以後 1.45 7.21 8.04 6.46 這是去年賺了 才賺了二十幾塊 今年開始沒啦 沒有啦 開始沒有啦 因為我們早就知道 他早就知道 所以技術變他會領先嘛 等到 你看到這個是 到去年的五月六月 他已經見高點了 後來聯報公佈 是在今年才公佈喔 等於公佈答案的時候 他已經垮了 那現在正在這裡啊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會再崩盤的啊 一定會崩盤的 那是談起來呢 現在談起來 照樣會崩盤 我可以跟你講 都太貴了 以前目前的價格都太貴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下 我們可以終于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提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的 欢迎回到节目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技术分析来操作股票 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 我们不会跟风 不会随风逐流 景气循环股就是这样 就他友达也是景气循环股 友达也是标准的景气循环股 因为他都是建立在营收的多跟寡 多跟少 然后报价的涨跟跌 所以他就是景气循环股 所以你看友达以前也常常赔钱 那有时候要赚大钱 像今年第一季赚了1.25元 那今年我已经跟各位估出来 是友达会赚500亿 500亿的意思就是说会超过5块钱 友达今年会超过5块钱 便宜啊 但是为什么你不要 为什么30块会花下来 因为技术分析比较重要 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 是谁不知道友达会赚500亿 是谁会不知道 重点不是这样嘛 重点是他起起来的嘛 他起起来 起这个不是这个 他总是要回吧 对吧 他回到经历 经历要买就要买这个 你要买要买这种东西 就像这里如果当初有整理 你去买没有关系 可是又涨起来 那你就大可不必了 意思是同样的 你问老师 友达贪5块 长龙贪20块30块 那那一位 友达这20几块而已 长龙100块 你说的什么 友达也是警惕情况股 赚5块钱的EPS 5块钱20几块便宜啊 便宜啊 问题为什么他不能够像别人一样 20倍30倍便宜 因为他是警惕情况股 没有资格达到那个标准啊 能够20倍30倍 一定是IC设计股 跟台积电而已 你了解我意思吗 像这种股票 还不是警惕循环股 他获利都可以 今年都可以 都可以到达60块以上 EPS都推估出来 这可以很好估出来的嘛 去年26块而已 今年这样子 第一季就这样啊 那这第一季是淡季 接下来是旺季 那中了60块 EPS 60块 不一笔都还不到20倍 他都会回 所以我们不跟风 你们说电子股是不好嘛 不好创新高呢 历史新高啦 有整理就会创新高嘛 我是举例说IC设计股 现在有创新高的股票 给你看很多啦 当然这档是没有啦 联阳有啦 这个3588这档是没有 通加是没有啦 这个是做快充的IC啦 但是眼看起来 这个距离高点也没有很远了啦 敦泰创新高啦 他不是有先回嘛 你涨多你怎么可能永远一直涨 他也是要回这边回100块下来的 那买不是要这里找这种地方来买嘛 难道是这里上来以后才说敦泰很好 上来以后说长龙很好 说阳明很好 是这里才好 不是这里才好 这里你可以续报 但是这里 这里当初为什么没有考虑 这是IC设计股还创新高呢 做IP的 历史新高 这历史新高 你看到我跟各位讲是IC设计股 是电子股 不是传统产品股 为什么他们都一直说电子股不能做 那不能做 不能做这股票不是股票 那创新高呢 大家的眼光都碰在长龙阳明当中 你自己比较碎的 我没跟你骗 还有钢铁股 我当然知道获利很好 我跟你讲获利最好的公司就这档 你要买去买这档 你买来套 他最好啊 不是跟你讲过吗 讲过去是谁不知道 那无聊 重新高呢 这档是因为他第一季 被迫公布 这个财报 事业份的赚的比较少 不然他是创新高 这头新还一直买 头新是买这种东西 头新不会买这个 我可以跟你讲 他会倒这些股票 你听我的没有错 我告诉你 头新只会买这种而已 头新作战一定是电子股 炒就锁定了 三一四一 你看金鸿也是一样 这个是做电子 这个IC的 对不对 电子子的IC 这个都是你看啊 注意看 这创新高 这创新高 我是讲设计你看 这个也是创新高 虽然是量很少 这个都是创新高 这个都创新高 这IC设计股 头新做张是做这种东西 他不会做这个 你放心 你知道吗 他不会做张这种 一定是这种东西 这都叫电子股 IC设计股 都做这 头新都做这 他不可能做这 你吃较不好的 因为他没在弄肚肚 他们也知道是高点 他都做这 你有看到吗 都做这 你有看到吗 都做这 有没有看到 不可能对不对 头新不会去做 那个东西 因为他那个机器很高 头新知道 头新知道运输股很高 他头新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运输股赚很多钱 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 那问题是很高 价格高 贵 他没有回撤 钢铁股也是一样 没有回撤 那电子股有回撤吗 头新知道啊 所以我刚念给你 IC设计股创新高几档 还有ABF载版有几档 我讲多久了 今天才6月9号 第二季 骤障是要做到6月底 还早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 要锁定头新做涨股 我再跟各位讲 你这些股票 IC设计股已经有些股票创新高了 尤其是敦泰 那你要注意这档 这档也很厉害 这一档随时会创新高 我是说创新高 我没有说涨而已 我要请你注意 像这个还没上来 这种上来 这个先上来 只有几档先上来而已 棉花哥我一直都在讲 棉花哥龙头股 它会比较慢一点 这种也是一样 这种龙头股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大市值 这前三大市值 IC设计股前三大市值 会比较慢 但是这种获利 我跟各位讲 这种获利今年都可以翻倍 去年是赚这样 今年可以到40块 绝对到40块 这个不便宜 10倍而已 IC设计股 10倍本益比很便宜 那两次长龙更便宜 长龙那个景气情换股 5倍都不行 就像友达一样 友达不是景气情换股吗 景气情换股不能算 那个10倍20倍本益比 没有这样算的 景气情换股大好大坏 像这种你要注意 这种 你注意看 我都没有很理解 这去年赚这样 第一次赚这样 第四月份又赚了1块多 所以这个会翻倍成长 这个会8块到10块的EPS 今年 这价格才这样而已 便宜 而且都要修正 所以我要请你注意 这一档股票 都还没涨 还有这档股票 还有这档股票 而不是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有什么好追的 这涨起来的 又不是没有涨 这档股票 这个11块涨到这里了 这档股票最好 崩盘 这个最好 崩盘 这个最好 崩盘 这个最好 它也不错 这个最好 那个我都不建议 升级股 我也不建议 就算高端 今天涨天板 我也不建议 我觉得你看看就好 我们也不要说它好 也不要说它坏 我们当然希望它解放成功 我希望它解放成功 但是 跟股票价格无关 因为我认为它价格太贵 有没有解放成功 跟股票价格无关 我先跟各位讲 完全跟政治无关 加入Telegram 193008 我想我已经 请你注意 你要注意IC设计股 尤其是IC设计股 因为窄板 现在目前是 已经在喷出了 你可以不追窄板 没关系 可是你不能看坏 IC设计股 现在目前才刚开始 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不会操作的话 跟着这个硬派操作 有问题打电话到公司来请问 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